我觉得在整个事件的目前解决的方向来看 有两大最大受益方 第一方是土耳其 我们看土耳其通过此举 一方面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成功地找到了自己舒适存在的空间 与此同时 很大程度上部分地解决了库尔德人 长久以来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困扰 可以说土耳其从国家利益的视角而言 确实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很多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的话 我想土耳其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赢家 另一个比较大的赢家就是俄罗斯 我们看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没有动用太多的军力 没有采取太多的措施 只是通过外交渠道的不助努力 以平等对话的方式 在中东地区的穿梭外交的方式 成功地树立了自己调解人的角色 同时树立了自己在这个地区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从这个视角而言 我想俄罗斯也有较大的收益和成功 反倒是美国在目前安全区设立的问题上 由于一段时间自己立场不断的变化 抛弃了库尔德人 造成了美国背信弃义的这样的印象 所以美国在这个事情上十分更多 所谓树立的安全区 目前来讲究竟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安全 我觉得还要在接下来看 几方在这个地区所做出的努力 你比如说土耳其方面 包括叙利亚的方面 包括库尔德人方面 甚至不要忘记了伊斯兰国 曾经在这个地区长期的思念 是库尔德人把他们赶走的 如果这个地区树立了安全区 真的有照于各方在这个地区达到了一定事态平衡之后 会不会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的势力会卷土重来 这都不好说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讲 我想俄罗斯的调停起到了相对的效果 这个安全区如果能继续的保持下去的话 在这个地区维持相对的安宁 我觉得将是大概率的时间